妈 我回来了 小夏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今天出去 把菜迷路了 还好小夏把我送回来 楼下就是菜市场 在家里我见你走三里路 也没见你迷过路啊 那城里路路 比不得咱们乡下 那一条直道走到底 怎么 嫌弃你妈没进过大城市啊 我不是意思 我说您以后有事直接找我 连小夏工作忙 你 没关系 我最近不忙的 还找你呢 您的一执行任务 手机就关机 能找找你人 那才见鬼呢 来 赶紧坐下吃饭吧 来 尝尝那鸡蛋饼 好吃吗 妈 妈 有点咸了 这照你在家的手机踏远了 你看这 这形状落得奇奇怪怪的 这是 阿姨教我 我做的 可能 颜色有点倒多了 我吃挺好的 你白天出那么多汗 多吃点颜好 好 那再吃两口 你也没几点咸 还挺好吃的 多吃点 别客气啊 阿姨把你当自己人的 吃吧 吃吧 妈 人家城市姑娘 多注重身材 减肥 减什么肥呀 她那么瘦了 多吃是福 知道吗 再说了 太瘦了呀 不好生养了 妈 人家姑娘家家 再说人家胖瘦 跟你你有什么关系 快吃吧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她跟我关系大着呢 来 来来来 谢谢阿姨 够了够了 你们喝 喝了它就心心相应 永结童心 别跟我妈 吃饭 别跟我妈 吃饭 喂 队友 我这儿又给文波 找了个对象 我们文波有对象了 不用介绍了 什么 啥时候的事啊 刚谈上的 城里姑娘 考价可好呢 长得也俊 赶记者的 文化人 刚带我去啊 烫了头 二婶 我妈瞎说 别拉我 这是聊着呢 我说你啊 就别嫌吃萝卜蛋操心了 我们文波啊 在城里啊 那抢手着呢 妈 你能不能 别跟二婶瞎说呀 哪有的事啊 谁让她那么不靠谱呢 她二婶啊 去年给介绍了个姑娘 一到家里 一看 没有新房子 那掉头就走 你说我这老脸 往哪儿放呀 我在村里还怎么见人呀 对吧 对 绝对不能像这种低头 就是 小夏 你不是这种事里演吧 没着安逸 也有我有房子的 我吃好了 我们慢吃啊 别理他 咱们吃 吃 阿姨 您看这个 其实特别简单 这个小动物 三个一样的 只要连在一起 你看 这消熟了 你试试 出东西玩 我儿子不错吧 所以您能想清福啦 要送个好儿子 这动物哪儿 就是 这样 对 您看 就是文波如果工作 我特别忙 没时间陪您的话 您就可以自己玩 开心潇潇乐 打发时间多好呀 我手机上没这功能 还得等你来啊 借给我玩 你脖子怎么了 怎么红了 就特别痒 小波 你快来看看 小夏这脖子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 你这过敏了爸 吃个蛋饼也能中招啊 我对鸡蛋过敏 你不能吃鸡蛋 怎么不说呀 别别别 别闹 这样 我带你去医院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买点药膏就好了 我帮你问过了啊 你就是轻微的过敏 你吃两三天药就行 谢谢你啊 米卡 就是 特别痒 你别挠啊 不痒啊 谁让你这么不小心的呢 这一小块鸡蛋饼 我以为也没事呢 文波妈妈给我加的 我不好意思不说 你叫书文波 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啊 他妈妈给你一道鸡蛋饼 你就不好意思拒绝 我跟你说这回不一样 阿姨可喜欢我了 好 喜欢你 都喜欢你 那我动作去接你 你别来 米卡 你有事 不用来接我 那好吧 那好吧 你先忙吧 不用管我了 拜拜 米医生吗 他在忙着呢 药卖好了 谢谢啊 我们走吧 你说你这 怎么这么严重啊 你怎么这么严重啊 对不起 我 我轻点 那边是不是有点博淡 这回不疼了吧 很严重啊 你回去记着啊 一定要把西药要吃上 你说你自己也不小心点 你明知道自己吃起来过敏 你还非要吃 身体是工作的本钱 这不影响工作嘛 我其实就想尝 那为什么要尝尝啊 因为阿姨说你喜欢吃 我就想尝尝你喜欢的味道 我 我妈那个人就那样 她的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我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 她看出来我喜欢你 所以想撮合咱俩呗 吃惊干吗 你又不是刚知道我喜欢你 只有我第一次说而已 那个我是觉得 行了 这个那个 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接受我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努力 我也可以等 我会向你证明我软性下 是个好姑娘 你跟我好不吃亏 我 我 我知道你 你是特别好的姑娘 我 你 我 到家了 那我先上去了 你到家了 这儿就你家呀 我要是刚才告诉你我到家了 你还会坐在这儿替我擦腰吗 你 你 你别叹气 我的小心思多着呢 我 我是 你今天才见识的 我 我是 你今天才见识的 是 是 我现在就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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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